担任城马头副手 名记点名高宏波为何能够安全落地 三级动态名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足球 在李铁出事之后 高宏波的名字多次被提起 而且在高宏波身上的传闻 不仅仅是球迷和网友 在这个过程中 有多名媒体能曾经点名足协护会长高宏波 比如说 有球迷行问名记李平康 足协被抓了那么多人 为何作为城马头副手的高宏波 却没有事呢 高宏波为何没有被提拔 不得不说 这两个问题让高宏波尴尬了 在城马头担任足协会长的时候 高宏波的确是他的副手 两个人也多次联手亮相 所以也才有了高宏波 是不是落网之一的疑问 第二个问题 当足协出现了大量的空缺 高宏波没有被提拔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高宏波身上也有问题呢 在被球迷行问的时候 李平康也是点名了高宏波 李平康表示高还是低调点好 不然也难说 李平康的话语也是让球迷有无限的遐想 毕竟如果高宏波一点事情都没有 怎么可能会进去呢 不过所幸的是 总局的通报会出来 高宏波没有落网 高宏波也不再被通报的换围内 而且高宏波还是被总局顶名立场坚定的典范 总局的发声也说明了高宏波肯定是没事的 不过很多球迷也奇怪 借怒如此之多 凭什么高宏波没有事呢 高宏波为什么能安前落地呢 不得不说 高宏波的三个挤动太明智 第一个挤动是 高宏波对于足球信念的坚持 虽然出于因尼之中 但是高宏波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 他坚定自己是来推动足球发展的 而不是借用足球恋才的 这样的信念也让高宏波没有被拖下水 第二个挤动是高宏波的坚持 当任过国家队的主教练 高宏波下课的时候就看穿了很多 当年下课的高宏波就表示 那我下课是因为我的改变伤到了很多的利益 经历过国家队的经历 高宏波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做亲信 在过去的几年 高宏波并没有介入高利润 位置重要的国管部 竞赛部等等部门 反而高宏波也离了这些高风险的岗位 坚持在亲信的岗位上 挤动让他避免了这些麻烦 第三个挤动是 高宏波对于自己的保护 此前媒体人就爆出了某人担任 竹学青少年部的主任之后 弟弟就里继成立了一个皮包经济公司 而乘马头的路网也有他儿子的生意 在这一点 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高宏波不让自己家人介入提议相关的生意当中 这也让高宏波避免了很多麻烦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下期我们再见